三 二 一 請接步 外掛式無障礙電梯落成啟用 來賓們親自體驗 從一樓搭到四樓的便利性 四層樓高的電梯外觀吸引 採用透光玻璃設計 電梯緩緩上升 可以遠眺紅彈山和俯瞰警察局中庭 歷經前局長劉耀青和現任局長張樹德 兩人極力推動下終於完工 謝謝給我們支持 今天小弟可以正式宣布 正式落成 我們給有工人員感謝一下 其中典禮邀請了副市長邱佩玲 副議長楊秀鈺和捐款者一起剪菜 共同見證這歷史新的一刻 真的很開心可以參加這樣的活動 看到最有愛的就從我們的警察局開始 相信因為基隆是老地方 很多老式建築是必要用這種方式 希望因為這個而開啟一個很好的點 讓基隆讓所有人民更方便 再一次謝謝張局長正在世界的努力 也謝謝所有企業界朋友 跟所有中廟大家的軍政 一起讓基隆更好 代表我父親謝休平先生來參加 今天的這個我們五障礙電梯的落成典禮 那昨天我跟我爸爸說我要來這邊 那我爸爸有特別提 要我跟大家報告說 我們主婦三代 從我爺爺謝清雲先生 然後到我爸爸謝休平先生 到現在的國良 我們對基隆的警政都是最支持 而且最感謝的 我們都知道基隆是一個老舊的城市 有很多長者非常的多 包括一些就是行動不方便 所以就是因為我們基隆市警察局沒有電梯 那也因為我們童永童主委 也是我們國策的顧問 他的發起在劉耀卿局長那個時候 他發起的 所以今天終於落成了 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贊助廠商 基隆市的老人的人口 是全台灣也是在前面 所以很多這個年長者 還有我們有一些工友都要搬一些重物 如果沒有這個電梯事實上 那會讓我們警察局來洽工的民眾覺得很不方便 基於種種上述的理由 我們才來建立 那也在於我們慶安宮同主委 還有我們市長 這個度謝願聯慈善基金會的支持 還有社會各界的支持之下 今天正式完工 這個正式啟用 藉此可以讓我們的市政的滿意度 或者是來警察局洽工 讓民眾更加的舒適更加的便利 警察局聽設超過40年 一直缺乏無障礙電梯 如今在各界捐款協助下 電梯終於落成 未來民眾洽工 不只有爬樓梯的選項 還可以搭電梯 體驗居高臨下 欣賞不一樣的風景 記者 黃少鳴基隆報導 好 好